- 登 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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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想加它們一個什麼寵物之類的應該十二個在這一台 - 在現場喔? - 對啊 這麼多? - を 過去有了就有幾個在同唱那邊談 - 亂飛 - 對啊 哦 大家好這是王購 歡迎回來我與通靈者一天第二集 - 這日邀請到的是一位在錄 Podcast 厭世通靈人與邊緣鮮魚的 - 刻意 - 刻意 - 我現在算是本子 - 佔著做通靈的 什麼方面的能力 敬望嘛 人家過來說 我什麼身體有沒有問題啊 心裡就幫他親 我都是遇到重詛咒啦 被人家嚇到醬頭 最麻煩就是你處理我 這個東西一定有人嚇 嚇的人一定過來跟你討個說法 要他鬥法 那個東西最煩就是 你處理一個人之後 他的師兄弟過來討一討受 他的師父可以討受 我放了整本都要嘎嘎嘎打 不過我修的東西比較偏營養 控能量 一開始那個今天休息都是 先簡單練呼吸 儲存自己的能量 練得不夠的時候 要拿走能量 所謂的力氣 就會跟那些無形的什麼 蜂廟什麼東西 搶資源的意義 有之前說你還要去想辦法說 管理你的資源幹嘛 你可能還需要請靈體 而且請靈體也要養他們 所以說後面其實會發展更多更多 你有很多個靈體 有需要幫忙幫忙就跨過來了 我們這個房間似乎 已經被他家的靈體給佔據了 那你要不要跟我們介紹一下說 家的靈體要拿的機制 我介紹一個比較多人看來就好了 這邊呢 是一隻 吊 來自秘魯 大概四百多歲吧 他平常在幫我放哨 他在這裡了嗎 對 來喔 看看 你讓手放這樣子 上去 那你走這樣 我真的假的 你自己感覺 那我怎麼把它放起來 你沒感覺到嗎 好 不然 這種通證都叫零售 因為我家的都是一些地址上的 想說我其實都可以跟你們吐爆了 我也會吐不起來 不過他還蠻酷的啊 你可以介紹一下 現在坐在這邊 穿一個藍袍的那個叫郭佳 他的死法其實他算是 他講什麼了 他那邊就說叫我好好講 好好講 地址上的書就是說到那個 早死嘛 他那時候攻河北 他是以後還要振奮精神 他其實有在洗毒 他的死法其實他算是 他是被暗殺 因為他是被偷偷把那個藥量加大 然後他就死了 為什麼他會跟著你啊 這個就說起來就很古爛 我們更高等的那個靈體 他們有一些很奇怪的癖好 有些歷史存在幹嘛 他們就不知道起來 剛收藏放在那邊 或者說模型玩具工程 我請說一堆鳥是 跟上面有點衝突幹嘛 然後上面的清調 然後一些收藏都拿出來看看 那是什麼 不懂是國家這樣子 那你身邊總共 現在有幾個 一些收藏 叫他們那個什麼寵物之類的 應該十二個 在現場喔 對啊 這麼多 剛剛有的只有幾個在床上那邊談 暖胚 對啊 喔 那在場唯一的人就是國家而已 剛剛叫進來 喔你剛剛把他叫進來 他馬上看到附近有火鍋 就去看了一下 火鍋是什麼 他們剛來的時候蠻好笑 就是說他們那個 沒見過火鍋 然後對這個火鍋特別感興趣 不但的吹夜行那種感覺 因為他們其實現在已經算是 跨過一個等級 說靈體其實也有一些有壽命 他們要是超過 大概八九百 那個層下會嚮 然後他們被收藏的那種封印 解除說他們其實在被椅子的時間追查 所以說要短時間內讓他們 至少到那種超過五福清水那種等級 他們才可以繼續維持他們那個椅子 一開始都是那種意念的關係 因為像我現在走上想要聚一個氣 我是不知道你感覺就感覺到 氣的感覺應該其實是那種 比較偏棉花糖那種軟熱感 感覺一下 還是要聚大一點 好你聚大一點 感受不到可以講吧 一點點而已 好像有一點點差 那個感覺都很能做 好酷喔 所以你可以自由控制你身體的氣 因為要運用的那個是最基本的 所以你就是用那個氣來幫人家治療虛鬼 來跟那些人鬥法這樣 因為我這種處理方式是 比較直接遠端嘛 然後看照片直接臉 這個東西其實跟一般人療的那一種 會消耗更大的人這樣 所以說我們這個氣勢就最基本 你就可以隔空幫他處理 對啊 真的通靈者其實都是這樣 我在這邊可是我的靈體 可以直接到其他地方去 迎接一些做一些事 但是那個 好強喔 那個東西要回歸 那個完全的畫面意識 回歸到那個肉身不太好 我挺多的回歸到一些基本的資訊 就你不會全出 一定不會全出 全出這邊就死掉 好酷喔 所以你可以控制的方法其實很廣欸 你可以運用能量 你可以治療人 你又可以靈魂出竅 然後又有結界什麼的 你還可以下結界 因為都是基本的 出來做的事 我們要先學著做什麼自我旁路 平常怎麼做結界啊之類的 我平常做其實不太需要比什麼手勢 那真的要打的時候誰還在那邊唱奏 也是有法器啦 這個金剛組的小一格 也不會像那個什麼大師兄比較大 我可以碰嗎 也可以 金剛組 給大家看一下 可以啊 好酷喔 還有這一把扇子 還有什麼特殊的例子 去年五月才開始癢 把扇子 然後它上面只是加一些咒語 就把它想像成一個程式嘛 外出施展的樣子 其實法器 它就不用想說要多大之多低 那個最基礎 那個都是索存能量 我們一開始能量不夠的話 從上面拿能量就好 這個東西比較多人拿 會有奇怪的感覺 比如說有麻的 然後有熱熱的 又有人坐被電動 厲害的不是在它本身 是在於你施法過後 那你平常靈魂出竅的時候 你想要去哪就去哪 應該說就算去哪的話 我們也不能真的判定說 我們是不是真的去那邊 也有可能說 自己換想法 對不對 你們不是會看得到那個畫面嗎 但是也要有人跟我們做這個 所謂的雜播確隔 通靈人或這個體質的人 不能百分之百確認說 自己看到的都是真的 所以後面會錄這個Podcast 看看有什麼 類似的體質的人幹嘛 跟我搭檔那一位是想說 可以幫助他們把這個能力翻 所有人來都是想說 所以我只要說什麼控制的能力 你現在這個是要幫我 調身體這樣 調身體好 力氣喔 不要這樣可以再多 好 過去 它有什麼感覺 好像麻麻的感覺 剛剛有把我身體的氣埋打中 這部件沒有可以 我沒有打拳部 而且你口氣灌太多也太好 我不敢出手 因為我第一次被弄的話 跟我吃第一次被弄的時候 都是吐滿底 我們一開始要修的時候 那個身體要 把一些那個胃器幹嘛 直接進化掉 反正從我常都是直接打一打之後 讓你吐滿底 吐一吐乾淨的才能修 好那一樣 刻意它已經被對我們了 對 我覺得三個會放在床底下 我覺得第一個就選 這個 刻意要用它的方法來幫我們鑒別 第二個 我們放也是差別大一點的 然後第三個 我們放這個 好 第三個 一個放這裡 好 刻意可以轉過來 不知道我找是不是 對 你要去辨別說我放了什麼東西 用你的方法 先猜三個東西 對 先猜最左邊的一個物品 為什麼要給感覺像紙桶 對 第二個再走 然後一個這方寫東西 第三個 可以這樣 如果這不是什麼東西 你會看得到那個物品上 感受到它的氣或是什麼的 來猜嗎 正常來講 如果是那種不是生物的話 那氣息都是 很假的 其他人 好你就只感覺到那個意念而已 對啊 他們的意念也沒有很重啊 可能就是你那個東西 沒有被人家使用過 就不會 對啊 好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在這三個東西 你是感受到什麼 我第二個講什麼 正方型的東西 對對對 這個有像 對 正方型的東西 第三個我是講 可以這樣拿起來 我也不知道這個是什麼 我又在背著 第一個你好像說紙桶 對好像紙桶的東西 對 紙桶類的 所以剛剛那個算是你的第六感嗎 還是算是用意念去感覺 算是有資訊 直接進到腦袋嗎 有 因為柯翼他也是第一次 嘗試做這種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表現已經很可圈可點了 這個我覺得是失敗 你覺得是失敗 對 失敗 這個失敗 超失敗 那大家我們youtube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youtube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按按喜歡 大家也別忘了 柯翼的paks頻道看一下 夜市聰明人 雨變月嫌疑 夜市聰明人 雨變月嫌疑 對 我們影片導者謝謝大家 那現在還有兩位 紅毛狗同士跟雞桶 來跟大家介紹 那如果你有特殊能力 或你的影片有特殊能力的話 歡迎點下方的表單報名 如果都沒有的話 你也可以利用我的表單 點一下 你想看到什麼樣的 通靈者 那我們會盡量去找的 欸 See you next time